卖艾蜜热锅的球队心思已经不堪重负,莱丽也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今日终于发出消息,将球队三位高兴球员大白边怀特赛德,后卫维特斯和泰勒约翰逊板上交易货架,莱丽早在几年前就预言过,未来的篮球将是场上五个全能球员, 前锋阵容的位置化模式,可他又偏偏是言情不一致的人,当年为了男议员合同留住大白边,不愿督给球队攻寻为的一分钱,结果证明白边不适应小球时代,上赛季季后赛直接遭到主教练斯波的气用,其实莱丽学院白边的时候只是队伍号为球员情有独钟的习惯趋势的,想他直较八十年代紫禁虎人时, 兼勾甲巴尔是球队的那些核心,后来直较尼克斯和热火期间, 单家的球员分别是大猩猩游鹰,侵害莫名和东流后的鲨鱼奥尼尔,来力和这些伟大的中锋互相成就对方, 因此信奉传统五号位在场上的威力,选择大白边并给他开出到和同是情侣之中的事情, 不想大白边无法成为小球时代防守端直的信赖的换方者, 占着空间体现不了价值,想买出去找不到下家, 真是尴尬至极,其实到白边还只有二十九岁, 篮板,盖茂,库宫和篮下进攻都有一手, 到某些球队里一定能派上用场, 只是想得到他的球队, 一看到他新赛季两千四百多万美元的薪水和后一年两千七百多万美元的薪水, 肯定要挖而却步了, 威特斯,被兜兽,情况则大不相同, 威特斯,实力是有的,他的外线攻击力, 对热货平级的进攻火力本是很好的补充, 可是威特斯上赛季受伤并困扰, 报销后直接导致热货输掉, 了许多比分在三分之内的比赛, 而且球队对于他伤后状态恢复情况不看好, 想拿他换回年轻球员获选秀权, 威特斯是三位中最具交易价值的, 甩掉的他就是热货小重剑的信号, 要知道威特新赛季即便流队也更多只剩精神属性的情况下, 热货实在没有足够的天赋撑起, 赛季后再拼杀的实力了, 但下球星的垃圾其年事已高, 上赛季关键时刻表现出力不从心, 也没有什么杀招回应对手的进攻, 曾被寄予后望的温斯洛, 至今没有开发出远头能力, 连3D的标准都不符合, 其余尼奥利尼克, 新人阿德巴约, 掌姆斯, 约翰逊等人, 皆是角色球员之流, 若不是斯波的防守体系, 和维德的老将名距离, 热货上赛季能否杀进季后赛也未可知, 那么趁维特斯级战力还很不错, 的时候换回些年轻资产, 提前重建的思路是正确的, 至于泰勒约翰逊, 对交易的道理更加简单, 就是和同意下, 想早点脱手罢了, 两年前热货体配蓝网对约翰逊的报价, 现在想来是后悔莫及了吧, 去年他的年薪达到了近1900万美元, 只能交出厂军11.7分2.3助攻的平用成绩单, 而且他的合约要到2020年才到期, 热货等不及要清理空间了, 所以三位热货大将被摆上, 护架, 各有各的原因, 只是今年的行情, 他们很难找到下家罢了, 热货的重建之路, 真慢慢而休远啊。 热货的重建之路,